三一教我們知道跟女生婦科有關 不知道他還能拿來止癢啊 止癢效果的話 其實像血海穴 它在一個大腿就膝蓋上面的內側 我覺得還不錯是 如果說你是全部是大面積的一種癢的話 全面積就是你不知道 你抓不到癢錯 全部都很癢 癢到睡不著 血海穴可以立刻鎮定下來 有沒有一般規則性的 包括止癢的方法 或者他在飲食當中 加入哪些藥材有幫助 你想非常對 第一個要先讓他癢 在癢的時候 你根本沒有一個禽獸 所以我來慢慢調理 我就癢到已經被抓狗了 對 第一個一定要先止癢 第二是先消炎 第三的話是修復再造 所以我覺得中醫裡面 有還不錯的東西 第一個是清代 清代本身對於一個是 止癢效果非常的好 清代膏是目前非常紅的一種中藥材 它本身放在手上的話 它可以去對 這個顏色 對 它的一個止癢效果是很OK的 它就是一擦去之後 它的皮膚立刻鎮定下來 它用在外用和內服都可以 所以它到底是什麼 是植物還是礦物 它是植物 對 它是清代 清代草的一種 而且現在清代的萃取物 已經被做成藥膏了 藥膏 藥膏 對 也有拿來做藍髮劑的一種 對 就天然 它是非常天然的 對啊 因為它這個顏色 過了 水洗的天 水洗就掉了 清代本身的質癢效果OK 可是它偏偏它的消炎的狀況 不出色 我們找了一個叫蒲公英 蒲公英是台灣的中藍非常出色 就是蒲公英它在一個 比方說在消炎鎮定 對紅腫 勞騰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最麻煩 是常被人家說 你怎麼那麼胎割不衛生 我沒有 我一天早 洗兩次早 然後我很胎割 洗太多了對不對 對 用溫冷水洗 都會這樣 越清潔 就是越糟糕 就紅腫的話 用蒲公英去消腫 消紅 可是最後一個問題是 這個人已經 我們說過 他的血已經沒有辦法 上達到皮膚 我們必須在中藍 也是有個叫將軍或領頭羊 當歸本身你會覺得說 當歸好像很補 其實不是 當歸是滋潤的 我們用很少量 當歸的一支 這麼小一支 對不對 一支當歸條 去加上這裡面 它等於是領頭羊 帶領著所有的藥材 達到它應該到的地方 所以去讓它滋潤 因為皮膚不僅是不要癢 我要皮膚修復回來 那當歸在裡面 佔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有點像GPS 會帶你到 應該到的地方 那像止癢 穴位 像三陰膠我們知道跟女生婦科有關 不知道它還能拿來止癢 止癢效果的話 其實像血海穴 它在一個大腿 就膝蓋上面的內側 我覺得還不錯 如果說你是全部 是大面積的一種癢的話 全面就是你不知道 你抓不到癢處 全部都很癢 癢到睡不著 血海穴可以立刻鎮定下來 讓你整次Calm Down 讓你整個肌肉是放鬆 然後皮膚也放鬆 那三陰膠 我們是四指橫幅 在內懷上 就三寸之處的三陰膠 三陰膠不僅是止癢 它可以去放鬆旁邊 所有的紅腫點點 我們剛才說過 只要手肘以下和膝蓋以下 都很容易會有微血管擴張 癢到它已經初血點都出來了 微血管都擴張 三陰膠是可以去放鬆它的 那航肩穴 它是在大拇指 還有足指的大拇指 第二指 非常好的一個按摩穴道 去讓它可以去立刻止癢的 好 所以這三個都是 在全身皮膚癢的時候 不管什麼原因發作 甚至有人是過敏 也可以嗎 可以可以 只要是這地方沒有傷口 都可以去做點穴道按摩